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浙江大学的医学博士 主攻的研究方向是阿尔茨海摩病 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 那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 也接待过接近500位以上的老年痴呆患者了 那遇到老年痴呆的家属呢 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问自己得老年痴呆的风险到底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遗传 有没有哪一些检查可以提前发现 自己有得老年痴呆的真相 毕竟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进入老年之后 生活质量更高一些 首先第一点就是阿尔茨海摩病 它的遗传主要是母系遗传的方式 那就是说如果自己的母亲 如果得了老年痴呆的话 他的子女更容易得老年痴呆 分析大概是一般人的三到四倍以上 那如果自己的父亲得了老年痴呆呢 这个遗传效应可能就会没有那么明显 此外呢还要查一下自己的母亲有没有姐妹 如果自己母亲的姐妹有得过老年痴呆的呢 那下辈人中也是更容易发老年痴呆的 所以基因因素因为胀了阿尔茨海摩病 也就是老年痴呆的60%以上的因素 所以这一点是首先要关注的 第二个呢可以用来预测自己有没有痴呆风险的东西呢 叫做基因检测 那现在呢有很多第三方的基因检测公司 都有承接这样的业务 像一些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门诊里面呢 也有这样的业务 就是测一种基因叫APOE 那这个呢一般人群他携带的这个都叫E3E3 就是非携带者 那如果呢携带有一个E4 就E3E4型的这种基因的话呢 他得老年痴呆的风险 相比其他人呢会高4倍左右 那也有极少数的人可能是E4E4型 就两个位点都是E4的 那这种呢有极大的概率得老年痴呆 目前算出来大概是有16到18倍左右的一个风险 那当然呢人群中携带E4的 大概只有20%到30%左右 但是呢 既往研究表明呢 就是如果自己家族中 上辈的这个人中呢 有人得过老年痴呆的话 那你会发现 自己携带E4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而且呢这个APOE4基因 是个很有意思的基因 就是携带这个基因的人 往往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认知功能是更好的 相比同龄人来说 他会脑子转得更快 记东西记得更老 然后呢在进入到老年阶段之后呢 这个E4基因的携带者呢 他的认知速度下降的会更快 所以这个呢也是生命中的一些奥秘 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更聪明的人 在晚年的时候呢 他的认知为什么会下降的更快 然后第三个可以查的东西呢 就是做一个头颅的磁共振 那做头颅磁共振呢 如果发现脑袋中有很多枪细灶 或者叫做脑白质高信号的 这些呢都是得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 因为老年痴呆呢 它的致病风险因素很多 那这些轻微的血管病变呢 它是一个老年痴呆发展 发生一个重要的诱因 这些病灶呢在医院里面的写法很多 有的叫脑白质疏松 有的呢叫枪细灶 缺血枪细灶 缺血灶 脑白质高信号等等 这是因为英文的这个专用名词翻译过来 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罢了 那大多呢就是指向一个结果 就这个东西如果出现的时间越早 那这个个体呢就更加容易得老年痴呆 好的所以呢 我们一般医院里面判断 一个人是否会得老年痴呆 主要就结合以上三点 就一个是家族史 一个是测它的基因就APOE基因 那基本上这两个如果都张边了 就是携带意思基因和家族史 那其实就有大概率会得痴呆了 然后呢再看看它有没有祖述 如果说自己在四五十岁的时候 已经经常开始忘事了 然后再查一个头的这个磁空症 发现上面有很多缺血罩 那这种人群就是属于高危人群 那这类人呢要尽早的进行 老年痴呆的一些预防的措施 就是一个是改善生活方式 多运动 多吃一些穀物 少吃一些精细的一些粮食 让大脑多活动 多增加社交等等等等 好的 希望这一期的这个视频 能够回答一些朋友的困惑 如果有什么关于老年痴呆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相信我的专业知识呢 能够帮你解答很多疑惑 我们下期见祝各位朋友们都健康